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 如何找一个球体的曲面面积 我相信大家平时都有吃橙的经验 但大家其实有没有想过 原来吃橙可以帮我们找一个球体的曲面面积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里有一张纸 有一个橙 我会用这个橙 是画四个圆圈出来 现在我们开始撕橙 那我们撕完橙皮出来 我们就会尝试将这四个圆形铺盘 好了 我们刚刚把橙皮 大概铺盘了四个圆形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橙的半径 是R 其实这里我们每个圆形的半径 都是R 而我们知道圆形的面积 是PiR的2次方 四个圆形总面积 就是4PiR的2次方 所以换句来说 一个球体的曲面面积 其实就是4PiR的2次方